普里市区呢 原来是传统工艺家 受餐厅委托打造酒蛙艺术品 要价十万 只是这作品呢 已经做好五个多月了 至今对方毫无下文 第一次遇到作品被晃点抛弃 工艺师只好将酒蛙放在工作室外 寻觅有缘人来收藏 绿色肥嘟嘟青蛙 网上堆叠将近三公尺高 不少民众恰巧经过 拿着手机拍照 这不是南投日月潭知名的 酒蛙叠像吗 怎么不在日月潭 反倒出现在市区 这酒吃青蛙本来是在 日月潭坛底的 我路上也看得到这酒吃青蛙 我们感到相当的惊讶 高三公尺宽一公尺 有水泥和玻璃纤维打造 重达三百公斤 光这一座就要价十万 事实上它不是日元酒蛙本尊 而是由传统工艺师打造的艺术品 比较本尊Q版酒蛙涂上的绿色颜料 生动活泼造型可爱 但没想到当初要求下定的餐厅业者 却在完工后无消无息 换句话说 这一尊酒蛙叠像成了孤儿 我就再跟他修改 然后他第二次又来 又怎么样怎么样 我再跟他修改 然后他都一直都 都不出便不看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算了 从事创作工作已经三十多年 第一次遇到作品被仪器丢包 作者说当时没有签约 也没有要求订金 事后完工 对方还要求三次修改 没想到头一遭被吴玉锦晃点退货 不愿意公开下定的餐厅业者资料 只好先将酒蛙暂时放在工作室外 等待有缘人来收藏 不愿意公开